我 胡大人 我 大人 你个蠢东西 猪狗都不如他蠢东西 徐天佑被贬到楚州 都是本官所为 本官想要他昨日死 他绝活不到今天 他今天在来复任的途中 如果遇到不测 全天下的人 都会以为是本官所为 你想让本官 戴上陷害忠良的帽子吗 小子不敢 小子不敢 你行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啊 猪狗不如 赶快把官印和上人书交出来 我死也不会交给你的 我不会让你这么容易死的 怎么后面有人啊 那我是傻子是不是 他说的是真的 放了他 好大的口气啊 他的武功很厉害的 姑娘 你还是赶紧走吧 他厉害 看我的 上 领侠 领侠 你没事吧 这标上好像有毒 我们还是赶紧逃吧 走 走 老爷 可以出发了 好 爹 这次路上小心啊 早去早回啊 好 爹出门这段时日 你要安分守己 不要外出惹事 爹 我向来都安分守己 什么时候胡作非为官 你还嘴硬啊 你跟娇娇那孩子 在赌房干的事 你以为爹不知道啊 爹 我只是逗他玩而已 对了 我听你上官侍博说 云儿卧病在床 你不要只顾玩乐 冷落了云儿啊 爹 那云儿是我 为过门的媳妇 这事还有您提醒吗 我知道该怎么做 云儿虽跟你 又指负为婚之约 但也不能视作理所当然 女人嘛 都需要男人来关怀 知道了 爹 你太啰嗦了 赶紧的吧 时候不早了 老爷 路上小心哪 爹 一路平安 昌云去哪儿了 怎么没见昌云呢 今天早上我看他好像 在米苍清点送货的吧 行了 没你事了 忙吧 好 少爷 走吧 还可以 都必须要得了 我可以吃了 那你 你可能会再来 你也不去哪儿 你也不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也不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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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儿 小姐 你醒了 小玉 郎中说你染了风寒 是不是很难受啊 好多了 需不需要 我去通知杨少爷 你叫他来干吗 他又不是郎中 他来了我就弄好啊 小姐 你先吃点粥 填饱肚子 然后趁热把药喝了吧 这粥不是你做的吧 这是黄昌云熬的 他来过吗 他刚走不久呢 是吗 想不到这黄昌云 对小姐还是挺好的 一听说你生病了 立马放下公事 偷偷跑来看你 你想说什么呀 相比那个杨少爷 一点也没把小姐 放在心上 你少说两句 我的病都好了 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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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生病了 我特意过来看看你 感觉好些了吗 好多了 对了 你猜 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杏花楼的八宝饭 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我都吃了百回了 一闻就闻出来了 你看你啊 生病都成这样了 一说早吃的 马上就来精神了 也不忘我排了一个时辰 给你买到的 谢谢你啊 吉生 别客气 还有事吗 那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你吃完八宝饭 赶紧休息啊 那我走了 小姐 现在有你最爱吃的八宝饭 还有人家亲手熬的粥 你想先吃哪样啊 嘴馋是吧 八宝饭给你了 我就知道小姐你啊 不会白费人家的一番心意的 找你 IL x 3 快快点 来 还行 走 杨 vent 给我抓起来 兄弟们 上 上 上 杨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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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下来跑你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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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住了吗 武场出事了 据说杨家那个少爷 得罪了通天书院的四大才子 正被人教训了 是吗 可不吗 糟了 今生出事了 放开我 你个混蛋 早就跟你说过了 我会回来找你报仇的 要报仇在堵桌上一决高下 人多欺负人少 算什么本事 你喝 他还叫板 大哥 给我拉起来 我就是要让你知道 得罪咱们通天书院的 是什么下场 给我打 打 住手 小小姐 把他给我放了 你是谁啊 我是谁不用你管 凭什么放了他 就凭这个 武场里出大事了 好多人围着呢 听说杨家的那个少爷 现在被通天书院的 四大才子给抓起来了 是吗 可不用吗 给我拿俩包子 道之以正 其之以行 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 其之以礼 由耻且格 走 赵清达得不错 先生 先生 怎么跑这儿来呢 先生 先生 不好了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你不知道 我们家少爷 他这下可惨了 他上次招惹了 通天书院的人 赶紧救救他吧 过来啊 想找死是不是 大哥 听见没有 你们干什么呀 少过来先生 在这儿呢 我们的人来了 这回你们死定了 各位人兄 实在不好意思 请高抬贵手吧 能不能放过 在下几位门生啊 谢谢 谢谢 大哥 这个人看着 不太像是道上的 可是这门生 却是道上的黑话 几位 你们意下如何呀 敢问这位前辈 是道上哪一方的朋友啊 你们误会了 我不是道上的 我是 我 果然是见过世民 对 我们呢 就是一花五叶堂的人 你说什么 一花五叶堂啊 对 就是一花五叶堂的人 对对对 老大 你不用说了 这点粗活 交给我就行了 你说什么呢 想救杨金生就别多嘴 老娘呢 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一丈亲 这位书生 就是我们的文胆志多兴 这位凶神恶煞 就是杀人不眨眼的 黑旋风 是一对冰铁喧花服 各重九十斤 铁铁喧花服 这 那个 老赵啊 人家在这儿嘀咕你 就是看不起你 你不赶快露两手 让他们看看傻 他能干什么呢 你在这儿 什么 我不能打 谁说我不能打 一起上 快去 教学 看见了吧 你今天要是食食物 帮我放了 咱们俩的仗一笔功效 要不然 今天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好 好汉不吃眼前亏 走 好汉不吃眼前亏 好汉不吃眼前亏 走 杨济生 别跑 今天算你走远 今天算你走远 怎么着 光亮 光亮 等着 你们等着 以后再收拾他 等着 你不是要报仇吗 你不要单挑吗 来啊 少爷 你没事吧 少爷 没事吧少爷 来 怎么办呢 你 快点帮我把这只毒表 拔出来 拔出来 女侠 毒中得那么深 也管不了那么多礼数了 姑娘 冒犯了 这点人参 送给方先生补补身子 不不不不不 我都说过这是我分内之事 我不能收我不能收 一定要收下 方先生 你就不要客气了 如果没有方先生 赵卿就不会对这次乡事 如此重视 希望能早日考取功名 如潮为官哪 对啊对啊 要是没有方先生 赵俊他也不可能天天用功苦读 全力地去对待乡事啊 哪个父母不是这样的 自己孩子有成就 那要比自己有成就高兴百倍啊 是啊 是啊 如果赵卿这次能够高中的话 那必当是官运横通啊 当然官运横通了 难道还会有别的意思啊 这次相识不同 这次相识是由吴大人亲自监口 如果被他看中的话 那可是双喜临门啊 都大人 不知您说的吴大人是哪一位啊 这次楚州相试 是由来自京城内阁的大学士 吴松大人亲自监口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得畜生 你为什么要害我 我对不起你 我不是人 这段时间多谢东坡兄的照顾 别客气 只是相识在即 方兄回老家的事可否三思啊 事出突然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出色下色 你跟吴松本是朋友 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方兄 难道还放不下吗 这些年来 夜夜梦回 胸口仍阴影作痛 就当我是放不下吧 对了 方兄 你此次走得如此匆忙 让我如何跟你那四位 得意门生交代啊 有件事要有劳东坡兄了 这儿有四封信 要交给他们 这乡事马上就要临近了 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们 但是为了不影响他们考试 还希望东坡兄 不要告诉他们 我离开的原因 这 好 方兄放心 东坡一定办妥 有劳东坡兄 告辞 请 周围 你 刘先生 刘先生 怎么不见方先生呢 他从来不知道啊 方先生 已经启程回老家了 发生什么事了 有什么我们 能帮忙的地方吗 你们不要替方先生担心 他只是家里有事 办完事就回来了 你们当下最重要的 就是好好复习 应对乡事 不要辜负方先生 对你们的期望啊 不是 方先生不在 我们如何应对乡事啊 少安勿躁 方先生临走之时 有些东西托我 交给你们四个人 他要对你们说的话 都写在这信上 你们好好读读吧 先生慢走 请 请 赵青 赵青 四人当中 唯你是才奥武 历经盼道 这是你的优点 亦是你的缺点 牢记为师一句话 过于直住己见 最后只会弄脚成拙 不是 教训 你 对 你 就说 他 你 膠胆 我 你 金商 金商 私人之中 你是最重情谊的 為時欣賞你這個優點 但是 勞記為時一句話 水能載舟 亦能負舟 一個情字 可能讓你賺得盆滿钵滿 亦可能讓你一無所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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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bile 乡亲 有什么消息记得通知我们 那我走了 路上小心啊 来 起来 来 靠这儿 喝口水吧 没事吧 怎么会这么烫啊 必须赶紧带你去看郎中 来吧 哥 你不用骂我了 你最不会撒谎 你这次回来 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吧 两个字 乌宋 怎么 他 他又来害你了 不是 只是 他又来楚州了 当年那件事 你盯点错都没有 你干吗怕他 害怕的应该是他 这个混蛋 出卖了你 害你一生抬不起头做人 他跟你碰面 该是他自觉惭愧 该是他听见你 便得回避啊 惭愧根本是杀不死人的 这全是才能杀死人 有权有势的是他 该回避的 是我 方黎 方黎 哥 找你呢 没 没找我 你听错了 他明明喊的是方黎 嘘 方黎 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了 你 你怎么来了 我看你这回还往哪儿逃 我这 谁逃了吧 这 这 误会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我弟弟 这位是香香姑娘 香香姑娘您好 方二哥您好 那你们就先慢慢聊 我去看看我娘子 不不不 你们慢慢聊 我去看看你娘子 你去哪儿啊 你怎么不刺而别就跑了 我没跑 我不是正常回来探亲吗 你没跑 为什么要给亲生他们 留书信啊 那些都是我的学生 我当然要给他们写 那考试亲得了 那我也是你的学生 你为什么没有给我留啊 不是 你又不用考试 这 我写什么信哪 不行 那不公平 你要公平是吧 嗯 你现在呢 转身走 一直往前走 方黎 你知不知道 你真的很差劲 人家大佬远过来找你 你连口水都不给人喝 就赶我走 我都快渴死了嘛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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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何体统啊 谁说我壮严儿子 人品差呀 我儿子人品好得很 大家都说他是好人 这位是谁啊 这位是我娘 你是状元郎 我娘她 就是 老子有点儿娘 伯母 你好 我呢 叫胡香香 您叫我香香就行了 我是方黎的朋友 朋友 你 你那么远来看她 你们一定是好朋友 伯母 方黎呢 她欺负我 她就算是状元郎 也不能随便欺负人呢 对不对 更何况 人家还是女孩子 凌儿 我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 我 我 伯母 你一定要给香香做主啊 凌儿 人家香香姑娘 对你一往情深 你不能对那个 爱慕虚荣的女人 念念不忘啊 爱慕虚荣的女人 走 咱们进屋去 把你们的事情 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我给你做主 好好 我陪伯母聊天 一直聊到天亮好不好 好 先给你洗个澡 好 谁啊 这么晚了 这么晚了 方先生 徐大人 这 这是怎么了 进去再说 来来来 快快快 来来来 等一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被追杀的时候 这姑娘狭意相救 本官才能保住一条小命 徐大人 你接下什么样的宠愿 居然惹下如此之坏 怪只能怪本官这个硬性子 看不惯如今这个官场 还不是那个梁元镇狗官 一定是他认为本官 不愿跟他同流合污 所以才找人来暗杀本官 徐大人 请说在下一拜 怎么了 方先生 无必客气 为何行此大礼呢 坐 早前我在杵州驿站碰上大人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跟那梁元镇是一伙的呢 是狼狈为奸 现下听了大人这些话 在下才知道 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 还请减量 别这么说 庆者自庆 那徐大人你可要小心了 这梁元镇便是除州之府 这里可是他的根据地啊 如果他知道行此失败的话 恐怕还会再次寻仇啊 他敢 本官的确是被贬 但贬不了本官的气节 这个姓郎的 本官一定要想个办法 来好好地教训他 徐大人 我看这样吧 这位姑娘的伤 一时半日恐怕也好不了 如果不嫌弃的话 你就在寒舍多住几日 这好像不太好吧 你我早已相识 现在又被贪官四级寻仇 你们要是出去住客栈 很快就会被找到 我这里虽然简陋 但是胜在不起眼 你就踏踏实实地住吧 那好吧 大爷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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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家路产 你 好了 怎么样 累死我了 我看等放榜的时候 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 是不是 你说什么呢 你再跟我说一遍 敢不敢打赌啊 就赌哪个书院 有人能中举 敢不敢 又赌 你 你们几个 是不是还输不够啊 那也好过你们这帮 假扮黑帮的小混混 还像望重举人 是啊 简直是自主量力 你浪费时间 你浪费时间了 你说谁自不量力 我告诉你 本少爷在你 还吃奶的时候 就开始读论语了 你 八股文会不会写啊 兄弟我呀 倒着都能写 敢不敢进去比比 走啊 进来啊 走就走 来啊 少爷 来 少爷 您跟君子吵架 不跟小人说话 说得好 好了 别理他们了 走 对了啊 放榜的时候 记着带着纸和笔 来朝兄弟的范文 走吧 走吧 谁吵架了 你 不知天高地厚 对了 咱们去喝酒吧 别去喝酒了 咱们去找香香姐吧 说不定她有 方先生的消息了 对啊 好啊 走吧 走 走 走 徐大人 早啊 徐大人 您也有早起的习惯 这不偏不倚 手正身正 这书法呢 能练气练心 若能沉浸其中 心性可调啊 大人 你写的是个镜子 你看 这一片一钩呢 镜中带动 底风犀利 倒不像是镜子的文艺 而且破坏了此字的疫情啊 看来啊 我是遇到高手了 不敢 不敢 徐大人 这字啊 是藏不住心情的 我倒是觉得 大人 此刻不适合写这个镜子 那适合写何字 恨 何解 大人你仕途欲阻 昨夜又遭到小人暗算 所以你胸怀大志 壮之未愁 满腹冤屈 却无处申诉 又怎不恨 恨小人 恨天下 也恨自己孤高气傲 两袖清风 本期不可能 今日再适合 家里有限 鱼 你们 是 新闻 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想想看 你在朝廷的文武百官面前 向皇上痛斥无松的罪状 如果皇上照做了 岂不是自忍无能 自灭龙威吗 反过来说 也就是变相地对皇上无礼啊 今天听方先生一席话 实在是让我受益匪浅 这样吧 不知道方先生愿不愿意 让我为你写副字 来表示我的心意 这可是在下的荣幸 那好啊 给你银子 好好好 谢谢啊 看见没有 来 来 去去去去去 胡师伯 你好你好 请问湘湘姑娘在家吗 我还在找湘湘呢 那个姓方的 骗走了梁家妇女 你知道吗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是方先生失踪在先 湘湘姐主动去找她的 这怎么算骗走她呢 这个臭书生 我看她就是死性不改 癩蛤蟆想吃天鹅肉 胡师伯 您这话说得也太夸张了吧 你们在这儿笑什么 没笑什么 胡师伯 没笑您 真的没笑您 我只是觉得 您是不是误会方先生啊 对啊 我误会了 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虽然是个屠户 但是 我从来不乱说话的 我要天上的云彩 你要云彩啊 等着 我给你摘去 二十年前 有一对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心心相印的小情人 他们就是乌孙跟小悠 可是在这段 纯洁无比的爱情之间 却出现了一个 奇丑无比的龟蛋 她就是方林 这个乌龟王八蛋 竟然想吃天鹅肉 爱上了小悠 千方百计 要陷害吴松 让他出手 拆散冤业 岳父大人 等他让我中了中原以后 我必定会去小悠的 这个方林哪 实在是太有份了 岳父 现在有一个书生 正在追求小悠呢 为了要强大小悠 竟费尽心思 送礼收买小悠父亲 在他面前 吹嘘自己必定高中壮业 回来便去小悠为亲 极力理会乌宋 终成功拆散这对小情人 放开 放开 你放开我 可是乌龟蛋呢 终究是乌龟蛋 方林又怎能高中 放榜当天 方林得知 明露孙山 我就是乌龟 高中壮人当官 我就是乌龟 知道自己成都输了 是是是 立即罚难 大道宫苑 终于折上罪名 废物无语 这回你们听清楚了吧 姓方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次他突然不见了 就是因为 吴松回到了除州 他没脸见人 你们知道吗 不可能的 胡师伯 这是你自己编的故事吧 再者说了 方先生虽然有点感情用事 但也不可能像你说得 那么无赖吧 胡师伯 小人不才 但是我多少会看一些 术术面相 从面相上看 方先生就是一个谦谦君子 所以我不太信你 你们说是不是 说得好 胡师伯 就算你真的不喜欢方先生 你也不应该这样无中生有 你更没应该这样骂他 你说对了 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姓方的 但是刚才我说了 我虽然是个屠户 但是我从来不乱说话的 如果你们相信 你们就在这儿 不相信的话 赶紧离开这儿 别影响我做生意 走走走走 胡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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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是犯罪记录 赵晴啊 你千万给我保密啊 尤其是不能告诉大人 你放心吧 从小你就对我好 我怎么会出卖你呢 其实这个上面写的 和你们听到的传言 差不多是一样的 当年啊 方林大闹共怨 被判呢 考试无效 这样的判罚 对于一个要考取 功名的学生来说无疑 那比判刑更为残酷 怎么会是这样啊 难道我们真的 看错方先生了吗 没想到方先生 竟然是这种人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这是事实 不相信这也是事实 好了 你们各自随便吧 不知徐大人送我此次何意啊 刚才方先生听我说过往的事 我见你似乎 也有往事萦绕心头 本官猜测方先生 也许有着不尽如意的往事 所以我想送这个望字 以望方先生 能够收下 将过往的事 全部都忘掉 其实我方林 跟徐大人一样 能有今日 也全是把吴松所赐 吴松 二十年前 我跟吴松曾为同创 你看 帅来帅 你们 怎么回事啊 先生 东坡的椅子被人动了手脚 一坐坐摔在地上 这 谁干的 就是他们几个 去我们家喝点茶吧 好啊 方林 你连累我们被先生处分 这么爱管闲事 就让我们教训你一下 你们应该向圣贤学习 做了错事不应该牵动于人 今天我们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说 你们两个臭小子 别以为手上拿着棍子 我们就怕你了 有本事来啊 吴兄 我们上 这两个家伙 他们不讲道理 就会用拳头说话 你还说 我刚才跟他们讲道理 都快已经说服他们了 就你一多嘴 又动起手来了 是吗 等将来金榜高昭 回来一定好好地收拾他们 咱们两个现在连举人都不是 你就想着以后当官的事了 到时候 咱们俩一起在朝中做官 一起打拼 行啊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吧 权倾朝野 要风得风 要鱼得雨 我说你今天 这脑子是不是让棒子打多了 方伯母来了 干吗呀 想跳水啊 咱们俩 晓月 不是 你吓我一跳 这么怕 就别打架吗 轻 轻点 晓月轻点 你怎么不求 打你的人轻点啊 你怎么不求打你的人轻点啊 你怎么不求打你的人轻点啊 你怎么不求打你的人轻点啊